三十六计 第六计 声东击西 战利 东汉时期为了团结西域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 汉将班超出使西域 位于大漠西部边缘地带的刹车国 煽动自己周围的一些小国归附匈奴 反对汉朝 为了便于共同对付匈奴 预先打通南北通道 班超决定 首先要平定刹车国 班超联合于田等国率兵二万五千人进军刹车国 刹车国也向归资国求助 归资王亲自率领五万人马前来救援刹车国 敌方人多势众 如果硬打硬拼 难以取得胜利 必须用智取 班超想出了一个计策来迷惑敌人 班超派人在军队中散布谣言 表现对于于田等国的不满 而且还制造出打不赢归资准备撤退的迹象 并且特意让刹车国的俘虏听得清清楚楚 这天傍晚时分 班超命令于田的部队向东撤退 自己则率领部队向西撤退 并且装出一副慌乱的样子 故意让刹车国的俘虏趁机逃脱 那俘虏一逃回到刹车国的军营中 就立即向归资王报告 说汉军是如何如何仓皇撤退的情形 归资王听了俘虏的报告 十分欢喜 以为班超真的是害怕自己而慌乱逃窜 他想 何不趁现在趁机追击班超 杀他个片甲不留 便立即下令分两路兵马 追击逃敌 他亲自率领一万精兵 向西追杀班超 此时 天已渐渐黑下来 夜幕笼罩着大地 班超胸有成竹 他率领的部队实际上紧紧撤退了十里 便在路边隐蔽起来 归资王一心想打胜仗 率领精兵越过班超他们隐藏的地方飞奔而去 班超见归资王一远去 马上集合部队 与事先约定的向东撤退的于田人马迅速汇合返回 杀向杀车国的军营 班超率领的部队就像是从天而降 杀车国的军队根本想不到 而此时归资王呢 一路气势汹汹追赶了一个晚上 也没有看见班超部队的人影 这时 听有人报告 杀车国已经被打败 人马损失惨重 大势已去 归资王值得收拾部队 满肚子怨恨 返回了归资国 解析 声东击西就是表面上宣扬攻打这边 制造假象迷惑敌人 使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其实是攻打另一边 出其不意而一举获胜 使用本计要采用灵活激动的行动 本不打算进攻假地 却假装进攻 本来进攻以地 却不露出任何进攻的迹象 上面的战力中 班超假装兵分两路 分别向东西方向撤退 等归资王信以为真 拼命追击时 班超却已经返回到刹车国军营中 杀得他们措手不及 他本意不再逃跑 却装作逃跑 本打算进攻刹车国军营 却不露一点迹象 杀得刹车国措手不及 从而能大获全胜